人爱人爱!人爱!人爱人爱! 画面上是人爱区公所区长交接典礼 原任区长林文琛退休 在谢国良主持间交下 由代理区长黄敬怡交接应信 给新任的人爱区公所区长李坤达 谢国良表示新任区长李坤达 过去在环保局服务 是个会做事的人 他也交办新任区长第一个首要目标 就是要大力改善人爱区的环境整洁 首先我要感谢林文琛前区长 对人爱区长期的奉献 还有这一段代理期间 我们的黄代理区长静怡 其实对人爱区的很多区政都很用心 帮市民服务非常感谢 我们新任的坤达区长是清大的硕士 然后又去长期在环保局服务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跟环保局紧密的配合 来把人爱区的这个环境打理的更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爱区是我们的门面 有我们的庙口也有卡玛丁渔市 那是人来人往的地方 可是也是环境要打造的重点 过去以来我们人爱区一直在为了环境 有很努力 甚至也在跟很多的各种不同的环保议题 在这个推动当中 我一直想跟环境作战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跟感想 但是我希望坤达能够把这个人爱区的环境打理好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工作 也是他一个工作的挑战 那我很谢谢同学们大家都很努力 那我也跟里长也刚刚也特别报告了 只要我们都会尽全力来把人爱区的环境打理好 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 其实市长一直在推干净家园 那最重要的话其实也有环保局的一个配合 像我们马局长会大力的支持 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人爱区的一个环境整洁 再做得更好 那另外一块就是有关于 行人友善空间的一个部分 也是我们会强力来推动的一个政策 环境整洁的部分其实我们会 目前的话其实环保局都有设一些公共的一些垃圾桶 然后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流动工厕所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使用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有乱丢垃圾的一个习惯 毕竟我觉得这是一种国民生活素养的一个养成 如果这个地方如果干净环境好的话 那就不会有再乱丢垃圾的一个情况 最重要有点像破窗礼物 就是把环境中不要有人丢的低包垃圾 那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垃圾会累积在那边 我会持续的去跟预员跟里长们去聆听 聆听他们的一个需求 那怎么样是对民众最好的 毕竟我们要打造的就是一个宜居的一个生活 那是让一个民众跟观看客都喜欢的一个环境 交接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市议员张芳丽 市议员郑文婷 市议员曾继炎 跟多位里长与民政处长张渊祥都到场观礼 人爱区有两座山 一个红弹山 一个就是石球岭 那过去里长之间呢 最担心的就是除草的经费不足 那这也是过去长久以来 人爱区存在的一个问题 那我刚刚也特别跟区长有跟他报告 就是说这个部分希望区长上任以后 能够多多费心 因为有两座山 那草啊 的滋生 还有就是说相关的一些蚊虫等等 这个卫生的问题都要注意 环保局长马仲豪也带领多位环保局同仁 来到现场 为从环保局科长荣生仁爱区区长的李坤达 献上满满祝福 现场的气氛充满温馨热闹 记者黄日生陈淑萍李亮洁基隆报导